speculate 言经 Dannmoo software 读托يرة 语味新歌 Emma要不要打招呼 看这个豹文 看这个豹文 小美女 我的homie在这里 Hello 大家 我们今天外拍 Sexual Diversity Actism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过拍模式开启 阿玛妈在拍照 我在旁边瞎搞 你被你已经说了 哦 是吗 跟大家聊一下天吧 今天天气有点冷 就是好像据说明天会回暖 但是我们坚持选择 今天出来拍 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是感恩节 Eva觉得外面人少 事实也是真的人很少 你说我用这个声音说话 你的视频里面能不能听到 我就是想让你听到 这两段都解说了 有给你们看 我昨天淘宝开箱的手机壳吧 额 好猛啊 鼻子这么大 这拍照比较内脸一点的拍照 内脸 最好内脸一点 都搞得这种我受不了的 坐 哦 好可爱啊 so cute 你可不可以给我刚刚那个表情 震惊 就是大笑好吗 哦 好好 so tiny 又见毕业典礼的草地 但我上次来是晚上 而且下雨 就是高跟鞋 现在泥滴里面那种 惨痛的场景 但是白天看还是庄严而肃穆 加起来一个 罗费又来一个 加起来一个 我想要那个 这个 我们来吃饭了 拉卤花甲 我们来吃饭了 好 又饿又冷 艾玛饿吗 艾玛冷吗 我等一下想喝那个 white chocolate mocha 我刚带钱包了 留在我车里 所以今天艾玛包羊了 你要看看吗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是那种很得宠的小餐 我想吃啥就吃啥 虽然说没有钱包 但是还是可以选 我得要个Sapporo Sapporo是Canadian的一半 那我要Canadian 你要 你要 我送你的饮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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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她可以拿一片一杯 哦 谢谢 我留着不得4.5的Canadian 你好轻 你这么轻 比我轻 我刚才酒饭 我不去吃吃饭了 你没有带钱包 你好运处 哦 可以吃饭了 好幸福啊 其实翠鱼 从来没有对饭渴望这么多 点了馅 再被大家一致评价 很轻易 螺飞鱼哦 艾玛满喜欢香菜吗 嗯 什么香辣植籽菜双 香辣四喜什么什么什么 骨 排骨啊 虾虾啊 吐吐 蘑菇 小阿玛 是不是很纯 纯 你给他这么温柔的早餐碗里 给我这么凶啊 没有啊 你也要拿高点 你在等他对焦吗 对 他很慢对焦 不晓晓他怎么了 哈喽大家 我们又去吃上次那个日料店 就是那个路上有人跟我们喊 然后我们打赌 穿蓬蓬裙的那个日料店 但今天我们赌的没有那么一天 这是谁说的那一趟 你说 OK 我可以在日本穿 我觉得不太违和的那个地方 你这种身高 你什么时候穿都违和 好不好 我们今天带Jeffrey 我们的小鸡友 来吃这个饭店 就这个鲸鱼 饭量很大的这个 你觉得我这个衣服手拍了一下 跟别人说话吗 你觉得我这个衣服手拍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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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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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还知道还挺好的 对吧 对吧 我们要那个手卷 我们要那个手卷 就是最开始那个全是污泥跟 Avocado的手卷 然后要之后那个里面有 和牛有污泥 就是那个小的那个手卷 就在Tacing Manual的最后一道品的手卷 然后我们要那个和牛的 sushi 海胆 scallop 跟和牛三个夹在一起的那个 sushi 买个那个sake 买个 好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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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想喝酒 这不真可怜 东京叫什么 我能够我去玩 哎 查一下嘛 就我的手机 你再说一遍 我自己又一愣 你觉得我这底妆怎么样 别说我看吗 你这眼睛装好看吗 好看 江明小人 所以我们每次来这里 就堵穿碰碰的全根 再插底妆 海胆手卷上来以后 大家开始 你这次要再钓一颗的话就完了 钓什么 就钓一颗 Johnson Berber海胆 超难 你看你看 这真的很难啊 啊啊 哎呀 好心痛 谁跟谁爸爸喝酒 他跟我跟爸喝酒 好 你们谁喝得多 我觉得他爸喝得几多的 他吃东西很紧实 他酒这个女生喝酒 是不是年纪大了还少喝一点 这是我年纪不辣 喝吗 那我倒一点吗 要不然 我给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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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上次我们点的Tasting Manual太多了 所以这次我们就从Tasting Manual 挑出几个我们喜欢的单点了 Emma嘛 对不对 对 你点心里的 我应该觉得 我们已经在任务 好好吃 好吃 好吃 哈喽大家 哈哈 又到了一天瑜伽后 又到了一天做饭时 就从上次跟大家分享 玫瑰爆单煎酱以后 大家都纷纷来学 然后来跟我交作业 然后我也体验了一把 当一个贤惠的美食博主 看大家交那种做饭的作业的 那种欣喜喜悦 露出老母亲般微笑的那种感觉吧 谢谢大家 都来关注了 我也乐了 再给大家做一道从平球料理学的菜 西纸烤肉了 但是是那种无油烟 光是一个平底 主要材料的就是肉 自然 白糖 酱油 黑胡椒 洋葱 特别简单易上手 就是那个肉需要腌一下 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首先我把肉打开 切成小一点的块 哎 肉摸起来手感有点 黏黏的好害怕 肉要不要洗一下呢 我先去洗一下吧 不然吃出口提意了 等一下 我觉得我买的肉还蛮好的 是那种肥瘦相间厚厚的 不会说太饱 吃钱应该比较满足吧 介于这里呢 我需要节省时间 我就两块一起切 就成这种条了 我觉得其实大响的 可以按照大家的喜好来 馋肉的时候啊 我觉得就自己做一个 这种无油烟版的 这种自然烤肉啊 加点洋葱 味道拥有 绝对满足的 虽然说我是个大厨 但是刀工特别差 半个洋葱 切成洋葱碎 哇好怕切洋葱 刘也累啊他妈的 一直看到我哭 如果你愿意 一层一层一层的 拨开我的心 你会心酸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诶我得快一点 好啦 加白糖 黑胡椒 生抽 蚝油 话说我这里的黑胡椒啊 是需要扭的 有点费劲 想说老看的话骗人 猫抓老鼠的时候啊 为了躲避猫 老鼠就让它闻黑胡椒 它打一个喷嚏 就会把老鼠喷走的那种 但我自己丧后特别喜欢 闻黑胡椒这种刺激的味道 加生抽吧 我也不知道该加多少 反正是用来腌肉嘛 我这里就少加一些吧 酱油吃太多啊 对皮肤不太好 女生们要注意哦 白糖来一勺 呦呦 切开闹 煎饼果子来一套 加蚝油 哎呀好混乱 碗有点小了 很难弄开 用洋葱混着肉的感觉 看起来好香啊 继续把它抓匀 肉掉出来一块 洋葱掉出来多少块都可以 肉一块都不能掉出来啊 下一步呢 食谱上明确的说 放入冰箱冷藏腌制 20分钟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很快呢 我们就可以去做 无油烟版的锡纸 平地锅版烤肉了 那就等一下再见吧 用这个时间我趁机去洗澡 不然我真的是要臭了 哈喽大家 Regina的姐姐怀了 开玩笑了 没有了 还是我了 我刚才趁这个时间去洗了澡 你们看 包着网虹头上的毛巾 脸上敷着面膜 懒得歇血了 因为肉呢 已经弄好了 下面的步骤就简单了 拿一张锡纸 然后把另外干 剩下的半个洋葱嘛 整个都切开 就这么均匀的铺在锡纸上 洋葱那个香气啊 就可以跟肉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你们有没有看 新餐店里面吃牛耙 经常把洋葱做底 洋葱调味呢 哎 basically是个神物啊 腌好的肉啊 整个连汁啊 袋里面的东西啊 都放在这个锡纸上 放在洋葱上面 稍微放一点孜然 啊 啊啊啊 撒一些孜然啦 毕竟是烤肉嘛 所以说呢 我算撒的多了一些 就把锡纸包着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准备上平底锅烤了 哎呀 我的锡纸好弄的有点小 现在我正在把平底锅大火鱼热 锅还没有很热 我的手还可以摸锅底 哎 高难度动作请勿模仿 整个的步骤呢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平底锅大火鱼肉呢 就整个把锡纸就放进去 大火那么焖两分钟 然后逼出洋葱里面的香气 之后再煮 剪成中小火 焖15分钟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摆盘 蘸着生菜啊 再撒一点孜然 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 撒一点辣椒粉拿出来吃了 想一想都流口水 趁大火热的时候 给大家看看我的脸 正在做面膜 是不是很奇怪 穿着老头衫做面膜的人 正在给大家做饭 预热的已经差不多了 下面我就把这一大坨东西放进来 盖盖 两分钟 我现在倒计试一下 好了 现在时间呢 已经31了 我已经看到肉质里的香气了 我让它多烤了一分钟 换成中小火 再烤15分钟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油啊 都不用用哦 所以说看起来应该是很健康的吧 用的完全是肉的香气 和肉汁里面的那种油腥呢 呵呵呵呵呵 1点45斤 哇靠 我跟你们说 现在才烤了大概5分钟吧 已经很香了 是那种 真的是街边烤肉那种味道 今天到了 我已经把它关了 那边露出来一点点汁哦 好好好 妈的好饿 今天啥也不想干 就想吃饭了 哇 哇 平球料理这个博主 干的好 我真的是喜欢 是真的很香 它说出来以后呢 可以再撒一点点自然 让味道更多一点 我现在稍微少撒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味道已经很重了 先稍微尝一小口吧 哇 你们看到烟雾缭绕了吗 嗯 哇 肉嫩到 这种没有油腌的 应该不会致癌吧 好吃翻了 那个自然的味道跟洋葱混在一起 OK不行了 尝一下包生菜吃吧 那我这什么都不想包 我只想吃肉啊 一定要掌握时间 大火两分钟 小火十五分钟 再尝真的不要 带整块牛油果的 瓜卡摩尼 给我一百块钱都不换 我收回我的话 今天的烤肉 给我两百块钱我都不换 大两百一十 我还是会换 配了生菜以后 清爽一些些 真的很好吃 那我好好吃饭了 大家拜拜 你们也好好吃饭哦 给你们看一下Area吧 Area 拜拜 哈喽大家 你们好吗 现在是多段多时间的晚上 零点三十七 我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工作 跟大家说今天一天都在干嘛 早上起来呢瑜伽了 处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录了一个视频 又剪了一个视频 然后又发了一个视频 你们看到我新代用品了吗 哈哈 晚上呢 刚才妈妈又做了一件瑜伽 特别累了 然后有一些残留的小妆 但我瑜伽之前呢 基本上卸掉了 有的时候啊 一天如果像现在这么忙的话 我就很企图这一天快点过去 接受努力往前冲 前进吧 顺丰号 看到我大佬的女人的花晨衣美 现在呢 隆重的邀请大家跟我一起 晚间护肤 就用那个L'Oreal的 二合一的这个 Gentle Eye Makeup Remover 把眉毛稍微卸一下 你们看到没有引线 今天我是个死鱼眼 哈哈 最近洗脸呢 我一直在用这个洗面台 你们看 已经用掉了这么多 这Ernod Lasso他们家 那个带小猪猪 黑碳解密 二合一者里吧 我想很多博主啊 都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最近是一个新上市的新品 挺奔合 用完了以后不会太紧绷 我觉得挺适合油皮使用 早前我会用它做成天洁面 然后晚上卸妆以后呢 我也会用它做二次清洁 Basic Age 我现在马上要记起了步骤 一直一直都很喜欢 他们家那个洁面的黑皂 我洗脸褶里里面是 雨衣甘蓝的混合物 跟水果酸混合物吧 抚平细纹 让你的皮肤就是 增强那个蛋白质的再生的 黑色你小去就是 黑碳凝胶 可以帮你排除皮肤里面的毒素 挤出来红手碳就被打碎 晕合在你的凝胶里了 啊快掉了 我还是先洗脸 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吧 带着水果味道 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款洁面 啊整个脸 每一个毛孔 每一寸肌肤都在呼吸的感觉 所以说最近啊 我用这个用的特别多 啊爽 一直都跟Ernod Lasso有友好盒子 关注Ernod Lasso那个微信公众号啊 其实就可以去 所有加大境内 所有的Horanfuse的 Ernod Lasso专柜 拿免费的sample 如果说你有需要 但是望而却步 不知道对自己合不合适 不知道该不该买 去一个林家最近的Horanfuse 哪天逛街就顺便拿一点 他们家的sample 试用一下呗 好了 姐妹的姐晚了 说了很多废话 因为最近嘛 你们看 痘痘B口比较严重 第一步呢 用戴克的这个牛油滚 这个乳霜 擦满全脸 这个牛油滚面霜啊 跟他们家的那个紫苏水 配合在一起啊 去痘痘去B口是神器 紫苏水 让上一层作为基础打底护肤 最近也沉迷于 La Peri的那个Skin Cover Essence in Lotion 精华之前的那个基地水 味道实在是太好了 蒙里都会有小天使出现的感觉了 哎呀 是不是应该先上眼霜 躲眼上眼霜 我忘了 已经直接把基地精华液都上了 哎 没事了 象征性的随便一死一死吧呀 汉子 Ball Laboratory 他们家的那个小熏斗细纹眼霜精华 上一小层这种去油精华吧 每次用完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 皮肤的水油平衡还挺均匀 最后一步呢 还是Ernol Lasso的豆腐霜 混油皮 在脸上接受到皮肤那一刻真的不油 也不会弄脏枕头 是我的基础夜间护肤非常非常爽的一步 我一般都是它配合那个Ernol Lasso 那个睡眠面膜来一起使用 睡眠面膜的这块也几乎快用空了 只剩下一个小小小小小的底 最后一步呢 就是抹一点豆豆霜了 最近豆豆真的严重 这个就是我爱用品里面 跟大家推荐那个Mura Acne Control 这个带20% 酸的豆豆舒缓凝露 真的超好用的 我今天就再擦一点涂鱼换处 发肌纤里面有一点点长豆豆 这是哪个地方不太好啊 是不是干火太旺 我豆豆一般集中多发在额头啊 发肌线啊这些地方 有的时候呢也有眉间冰角这些地方 有没有懂行的小伙伴高高 我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每天都要好好护肤 好好照顾自己哦 多喝水 但是晚上超过9点不要喝太多 第二天会肿哦 那就爱你们明天再见吧 我又怀了 插一句话 每次做完晚间护肤 就感觉我一张脸香喷喷 又价值连城 好担心把它碰坏哦 想看Aria吗 Aria已经睡了 Aria你想起来打招呼吗 你是不是不想打招呼 你想给我个手吗 Aria替我跟大家说晚安了 她是小豆豆嘴 她就吸眼睛 大家好大家 又是一天瑜伽晚了 我跟你们说 今天冬的冬超冷 就是大降温 今天下午 确实是一个挺忙碌的下午 想给大家录一个小开箱 因为最近我确实是有两三个小箱子 我感觉在vlog里面 你们最喜欢看的就是开箱 跟我做饭 所以这个vlog里面 我又做饭又开箱 企图每一个vlog的 都放一些你们喜欢的东西 逗你们开心 一激动相机都 瞅到玻璃上 有一个箱子还没来 已经显示out for delivery了 等一下就会来 来咯就给大家做开箱 坐在桌子上喝咖啡 想说吃个早餐 我又收到了新的蛋黄酥 已经被我吃掉三个了 不好意思啊 盒子超好看 能拿来松里都有没有 第一下收到的时候 我还以为 我又买了月饼吗 你们知道我爱蛋黄酥 爱太多了 三个紫薯的 这面三个是原味的 让人欲罢不能的 非常油腻的口感 就是艾马眼里的墨鱼面 还有葱油牛渣小饼干 吃原味吧 其实我喜欢原味啊 多过喜欢紫薯 这个就看起来很萌好不好 一个个小山包 一个个小帽子 用微波炉加热那么15秒 吃起来效果更好 早上起来当早餐 配咖啡 真是绝配啊 香到死 原味的里面就是这样子 这个样子啊 它现在呢 是这种流星的这种 红豆沙和肉松 和鲜鲜甜甜 相混合的口感 有点像中秋的时候 收到的那种很昂贵的月饼 以前老是觉得 这种带奶黄 这流沙的东西特别难买 现在连我最爱的蛋黄酥 都可以做成这种 蛋黄流沙的味道 真是太幸福了 好可怜啊 什么都不能吃 吃因为太胖 意识让它减肥 企图啊 每天都录一点点Vlog 跟你们聊天 哪怕就随意吃一点点 日常的小零食啊 哪怕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生活里面 莫名其妙 无所谓的东西啊 前两天呢 我跟Emma和安妮 看了一部新的电影 选一个那种电影 叫做 Simple Fever 两个女主呢 都还挺厉害的 其中一个女主呢 你们知道 Gossip Girl Queen S Blake Lovely 结局好几个大twist 然后特别精彩 如果说来 你们最近有空 也可以去看那部电影 从我上次爱用品 跟你们分享过 祈祷落幕时 我下一本要开始看的 可能会是红手指了 下个月如果爱用品 有看到合适的书的话 推荐的可能又是 东野龟物的 你们会不会嫌我烦 最近爱上了 看奇葩说 每一天都在看 奇葩说第五季 可是她的每个礼拜 才更新两集 不够看 烧脑 提神醒脑 之一剂两药 好好吃 围尘噎住了 喝口水 你干嘛站在垃圾桶旁边啊 垃圾桶里 还有我昨晚偷吃掉的小麻花 最近呢 不知道是不是贴秋标 我和尔热 都体重 都稍微重了一点点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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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心情不好 不给我看看呀 哦 谢谢你 谢谢你配合 没出息 大口水 哈拉子 要喝我的咖啡吗 烟不烟 你看你把口水 都留在我的蛋黄酥上面了 怎么回事啊 哎呀 还自己填掉自己的口水 哈喽大家好 下午了 有没有觉得我焕然异性了 刚才有点错 大概有两个箱可以开 哎呀 达到正在行走中的Rail 一个是ZARA 和最近有很多很硬很潮的 新的单品 又不想买大牌 又想试一试的时候 我觉得从ZARA选 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然后另外一个曼狗的 是被她前两天打折 帮什么Black Friday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Black Friday 反正对于商家打折 你永远都不需要知道理由 只需要take advantage from the sale就好了 好了开玩笑了 不是鼓励你们盲目够我 加了一个W-Content机构的PR package 已经打开了 因为我没有想说 要在视频里面分享 所以就先从这个开始吧 第一件的是一个小的 这种现衣 是这种我喜欢的姜黄色 非常适合秋天这个季节 小小的高领 比较修身 有树重条纹 应该会很显瘦 超级的小看 能拉那么大 几颗这种花纹的小扣子 当做一个内搭 外面配个外套 也不会显得太臃肿 第二件的是小衬衣 介于裸色和米色之间的颜色 大大秀的 没什么好说 就是随时都能拿来搭衣服 上班或者日常 都可以搭这种感觉 有一点的boyfriend style 在任何场合 都不会出错的小衬衣吧 就是我选的第二件衣服 第三件呢 是一件西装 我还没从这个袋子里拿出来 为什么选这件西装呢 今年看了16跑报告 今天流行那种奶奶灰的西装 深棕色西装 正常这种中规中矩的宽口西装 真的是有点奶奶风 低沉很复古那种感觉 不知道怎么有点帅气风 因为你们看背后 有个雷洛风型那种 风衣扣那种感觉 哎 跟我里面紫色那大还挺像的 看完那大 beautiful nice innocent 三个词 都是准确地形容我性格的词 哈哈哈哈 不顾你个毛毛 漂亮的一个皮皮 质地挺厚实的 带着一个小小的垫肩 穿起来挺有话的 我感觉 最后一件是一些大衣 刚刚大概过膝盖 所以说不会显得很拖拖踏踏踏 看起来有那种冬天 那种厚重感 算是那种深深的痘绿色 稍微有点心冷淡风 但是有点人看起来挺有质感 所以内外两串 格纹就配起来吧 让这个痘绿色多了一点点 书卷气那种感觉 有一个福尔摩斯风衣那种 后面的下板 一条这种腰带 有的时候呢 可以装成一个酷炫的女侠客 有的时候呢 又可以装成那种很书卷气 那种格纹上衣的那种小女孩 不算说很厚 所以说呢 最近这个季节啊 正当时 最后一件来自wconsem的东西呢 是一双小小的鞋子 这个也不是很高 其实挺舒服的吧 是露脚后跟的了 然后上面呢 有两条这样子带子 一条比较靠近脚面 另外一条呢 比较靠近脚踝 鞋的成体形状很好看啊 这个牌子 其实我之前有过一双 他们家的鞋了 质量特别好吃 卖也正 穿上一点都不同 我就又选了一双 他们家的鞋 其实我感觉这双啊 比我刚才自己买的这双啊 更要磨蹬一点 呼的那种感觉 Mango的开始吧 就是买了一整套 西装和配套的西装裤了 穿在摩托身上 很有质感 是那种小小的 做旧一点的 那种形容 穿上以后那种复国啊 跟那种有质感 秋冬那种温暖 跟那种潮流 融在一起的感觉 让我觉得我自己 跟那种宇宙顶尖的 时尚博主 靠近了很多很多很多 不我根本就抵抗不了的诱惑 然后呢 它带着一个同款的裤子 介于深蓝和浅蓝之 五蓝色吧 神神秘秘 让你摸不透 让你很想拥有 哎呀 不是一个很西装裤 是稍微有点点下板 宽口 是那种九分的 下面配一个小白鞋啊 什么的 应该是那种 能打破西装 没守常规的那种 循规导具啊 那种沉闷啊 那种保守啊 应该是一个有点 羞羞闲闲 看起来有点范儿 跟别人都不一样 那种小西装吧 那你们应该会问我了 那一搭搭啥呢 搭短袖 搭背心 买了一件的 跟刚才那个衣服 有一点颜色色差 那种深的蓝色 稍微有点高领的 这种小上衣 把它就这么 配在西装里面 深深浅浅的蓝色 整个人啊 就像一块那种 闪闪发光的那种 蓝宝石 挺有细节感 上面是一个小洞 一个小洞 透气款的嘛 哎 秋冬我需要透气款干嘛 这是什么设计感 我买了一个最小的尺码 希望在身上的是合适的 因为我感觉 Mango的尺码都偏大 就买了一件小毛衣 反正这次开箱呢 就是深蓝色的开箱 带着忧郁情怀 带花纹的那种 小短毛衣了 看起来就是一个 很cozy啊 秋天穿起来很有感觉 很舒服 很慵懒的小毛衣了 因为下摆比较短 所以你穿个长裤啊 像上次我爱用品 给大家分享 那种米色长裤啊 或者你穿一个 窄角的牛仔裤啊 或者你穿一个长裙啊 应该都是会显得 腿长逆天 身高三米八 腿就占了两米二的 那种漂亮的姑娘吧 中规中矩的小圆领 秋冬的那种 很活泼的学院气吧 Mango的箱呢 还长 剩下Zara的这一箱了 我们拆Zara 看一看吧 像Zara这种评价一出 你感觉每个单品都不贵 但实际上你买一堆 钱包也是 哗哗哗就减肥了 减肥的速度啊 是我的三四五六七八倍 首先呢买了一件 豹纹大衣 没错 就是这种 西装啊 稍微长一点 这种西装式大衣 豹纹不是流行吗 想要各种质感的豹纹 想要丝绸的豹纹 想要现衣制的豹纹 想要纯绵的豹纹 当然想要这种 尼龙式的豹纹 厚厚软软 有点凸起毛的这种 感觉往上模特穿 很有范儿吧 超小的女生啊 可以下半身消失 买了一条皮裤 今年是不是很流行皮裤啊 但是我不知道皮裤 我能不能hold得住 比较阔腿 这些白色的那种 扎线啊 外翻啊 有这些口袋形状啊 裤子边缘啊 还有上面这种形状 这种三个设计感啊 特别特别特别的酷 我有顺便啊 在买的裤子的同时啊 就买了一个豹纹的这种上衣 它算是这种 有点发光 还有质感的这种 豹纹小衬衣吧 我想说啊 就是可以把它穿在身上 把上面散开 里面穿一个这种 白色的那一搭 白色的这种 罗纹的高领的那一搭 哎 没错 这是我顺便买的 白色的那一搭 这个是学安妮了 因为我看上一次 购物分享的 那个白色那一搭 它穿超好看 就把衬衣整个解开 在下摆记住 你们说能不能成功 吸引介绍男女老少 各个年龄层 各个阶段 各个品位 各个职业的人的目光呢 等一下呢 就要出门 去逛一逛 玩一玩 带我的狗狗 去一下狗公园了 我有好几天 没大家去狗公园了 它现在在我面前 有点抑郁 好像怪我似的 所以说 我不能在承受 它这种眼神更多了 太guty了 那我就出门了 跟大家分享好 开箱以后 安心多了 可以成功上身 穿穿搭搭配配了 今天才过了一半 你们要开心哦 拜拜 爱你们 明天见 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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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看远处的黑狗 有个新水壶 Aria的水壶 里面还带过绿星 Aria 没有人想喝 你喝吧 妈的 Aria以后都别喝 Aria 不喝水呢 你怎么 Aria 那人家又喝了 我看我今天也太冷了 然后我穿的就太奇怪 因为刚刚路官开箱视频 没怎么换衣服 就出来溜狗 Aria 妈妈对你好不好 现在准备回家了 跟艾妈妈去York道逛一下 稍微吃点东西 刚才有人欺负艾妈妈 说她 她心情有点不好 我去安慰她一下 等一下见吧 那个新的日料店 因为我们平时老吃的那个呢 竟然没有盯上胃 对面是正在专心 看菜单的艾妈妈 吃一下 给大家回报 艾妈 这是什么手饺 一个是你的 skallop 一个是我的 spicy salmon ok 两个不一样是吧 那这个是 skallop skallop ok 隔壁这个是 spicy salmon 好吃吗 不错 哦 嗯 好吃吗 你还要锁一锁吗 没有啊 很有味道 你觉得它价格多吗 醋少 醋多 就比那个鲸鱼 就是那个上次我们吃那个 要饭有味的 是 日料吧 它还是少一点鱼 虽然好像看着没那么划算 但是 的确是好吃一点 会让你就是想要吃得多 吃一种吃一点点 觉得不够的那种感觉 哇 我们新的sushi盘 跟我点了一个sashimi bowl上来了 好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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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尝好不好 卖壁桌的人说looks amazing 呵呵 你们听到了吗 想吃哪个 嗯 我先吃一个就是有多份的吧 嗯 吃 不错 挺新鲜的 我这个也不错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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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妈妈我喜欢这里 我找的地方 海胆的留给你了 真的吗 嗯 我就一直看着那个 你这个海胆的给你了 你可以眼力地瘦在我尽头前吗 你这样太好了 我吃这个了 可以 吃这个了 要不要吃这个了 哈喽大家好 你们今天好吗 今天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当然下午坐完瑜伽喝完咖啡了 刚才能录了一个视频 现在有一点点亢奋 精神百倍 做一点点有用的事情 当一个对你们有用的人 不要每天给你们挑挑看看 把我的肤能量 说发给你们 或者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要做一个像正经的美妆博主一样的事情 就是试色 三款新的唇膏吧 每款就是两个颜色 都是最近比较新的 比较硬的吧 第一种的 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那个Mac 那个Powder Kiss 很多颜色都断货了 我也是勉强到店里面买了两只 不断货里面 我觉得最好看两个颜色 是Shanel新出那个唇用 也是叫Liquid Powder 最近是不是很流行粉状的唇膏 把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分享给大家 展示给大家 看看你们有没有相同的爱靠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 目不转睛 帮助你种草 或者也帮助你拔草吧 YSL的小金条 就那个方形的模特 是那种大膜 我拿着一只唇膏的肠 画出一道 像一个顽皮熊海子那种 Mac那个Powder Kiss 我买了312号跟316号 一个是偏红一点的 一个是偏裸色一点的 哑光扭出来的话 看起来这个高铁 真的好像就是无数粉状 聚力聚在一起那种感觉 现在看起来好漂亮 放多牛奶巧克力那种感觉呢 它在手上就是这种感觉 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它其实算是有一点点 小柔光那种感觉 就不算说非常非常非常哑光 质地也是那种油油 对有一点点creamy质地的 就是应该在秋冬 有点润唇膏那种油油润润的感觉吧 稍微稍微有点点透明感 稍微shear一点点的 水光唇 比较暖色一点点的这种裸色 比起他们家原来的那种 MAT系的样子 要润很多的那种感觉 吃到嘴上的就是这种感觉 凑近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不小心露出我做好了 美丽牙齿了 薄薄透透润润 哇这个Powder Kiss 很有趣 Evote to Chili 它也是那种有点小气质 那种砖红色的 护上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嘴涂上去滑滑的 嗯就真的像抹了一层润唇膏 柔胶感 这种质地的唇膏啊 平时上班啊什么 都不担心把客户瞎走 跟小伙伴在鞋挺亲近 不会让人觉得 很难以靠近 难以说话那种感觉 如果说你光涂一层了 它颜色还挺薄的 就不会说上色很重 让我嘴上这个 Devote to Chili 吃涂了两次了 先看Sanel吧 它是这种唇釉的这种感觉 这种扁扁的能够按出来 这是我在店里挑的 我比较喜欢两个颜色 一个是960 颜色稍微深一点 好像有点偏紫红色 另外一个是956 956呢就比较正红一点 我们先试一下 这个比较浅一点的956吧 哦打开以后是这个海绵头 还没有用过啊 突然一下就挤出来了 还蛮有趣的 956的头在手上就是这个样子 比起刚才这个Max 这个Powder Kiss呢 我觉得它好像没有 那么高的那个亮光感 也是稍微薄一点 好像一个那种 Lip Tint的那种感觉 比刚才这个 Devote to Chili 更红一点点的颜色 介于它是这种海绵头 如果说我带它出门的话 只有我亲近的小伙伴 问我借唇膏的话 我才会借给它 很需要注意卫生的感觉 好像没有涂得太好 我觉得这个上色 其实比Mac那个Powder Kiss呢 感觉要稍微浓郁一点点 总体也不是那种 就是上色很重很厚 然后一下子这种 整个掩盖你嘴唇颜色那种唇膏 也算是薄一点 轻盈一点 水光感一点点唇膏吧 感觉涂上它以后 有渐渐的变得雾面 一开始还有点光 现在我觉得这个嘴唇 开始complet里变得 模糊的那种雾面感 可以看到吗 不算太深重 但有点气质的红色 我们就试960吧 960好像是一个深一点 这种熟透的 这种美紫红色 据说这个颜色 是个非常非常网红的颜色 很多地方都断货 顺利地盖到网红色 是这种比较忧郁 比较深沉一点 这种有点偏紫的红色 会显得人很肤白猫美的感觉 我先上嘴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涂上就是这种感觉 你们看 我就觉得这个很显白 我觉得这个呢 是我so far 试了这么多支里面 最比较显白 第一支颜色 这个好像一个 站在雨里的那种 俏家人 在雨幕后面 用温柔的眼神盯着你 有一种妩媚朦胧 显得很模糊 也说不清楚 我好像喜欢这个960 多过这个956 逃不过这种 深色唇膏的魔咒 擦的嘴又一点点疼 好了 又是一条好汉的 颜色彻底的清干净 YSL小金条 我已经听Emma说过这个唇膏 它好像是上色比较重的 所以说跟刚才这些 应该有天壤之别吧 哦还挺激动的 因为试了四支 这种比较适合颜色的唇膏 它打开以后呢 哇一面是这种 哑光黑色的一半 一面是这种金色啊 这种透亮的一半 保持外色一贯的那种 高贵神秘气质感 啊这唇膏摸起来是 so far 三种唇膏里面 我觉得质地最好的一个了 一个是4号 一个是9号 我们先从数字小的 4号开始试起吧 打开了以后呢 是这种方方的扭上来 霉红色 雪仪色 就开门啊开门啊 你有本事抢男人啊 你有本事开门啊 那种颜色 我怎么会买 这么刁钻的颜色呢 哎呀不知道 能不能hold得住 真的是紫红色 这个感觉 比前面两个都干一点 没有那么润 上色比较厚重 调色很重 色彩很饱和 那种水彩一样 那种感觉吧 嘴唇那么摩擦 不是那么流畅 但是唇纹啊 显得不严重 所以说我觉得 跟那种液体 素干雅光唇油 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 最后一个要试色 就是YS小金条09号 果然是那种 让人联想起 血腥玛丽的那种红色 明显跟前面四个 不太一样 YS这个点不好涂 因为她的头有点太防 大面积地方可以涂好 小面积地方 都得借助她这个 边边角角来勾勒 或者拿个唇刷 或者拿一个棉棒吧 哇这个红色画好 是那种猛到不行的 女王红色啊 感觉会经常出现 那种Instagram首页 那些大模特的街拍 还有那些时装 这种展览里面 那种很漂亮 很浓郁那种红色 我喜欢这个红色 多过我喜欢刚才那个紫色 04号我可能会退掉 然后留下这个09号 好了今天以上全部呢 就是我给大家做的 三个品牌 Mac Powder Kids Chanel Liquid Powder 跟YS小金条的 橙膏试色啊 当然他们还有 好多其他的颜色 我们有买 因为穷嘛 如果说对哪一个橙膏 这种质感 还有上脸的感觉啊 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他们的官网 看一下 或者去店里试色一下 挑一个你比较喜欢的颜色吧 秋冬来了 新橙膏呢 差不多也该买几支了 好啦那就明天再见吧 明天的Vlog见 喜欢这个橙膏 显得人好白 拜拜 哈喽大家 星期日 不来跟小伙伴约会吃饭 你要说嗨吗 Kalin 嗨 今天我炉她开车 因为我不开车 所以说我对她副家很闲 她说她说 要我就是开近一点的 肯定是害怕坐 对不对 没有啊 我是担心你开车 我对你好啊 真是的 我们今天要去吃一个 她说很好吃的一个饭店 叫什么来着 Platform Expression 她是吃什么 吃就是咖啡还有三明治 还有各种brunch waffle 就是那种分量很大的炸鸡waffle 好像做了一些瑜伽 没有吃饭 就等着中午这一顿 下午跟小二马去外拍 走之前 Schedule总是很忙 哎你后面有个小兔子呢 是什么 Tinger的玩具吗 对被她咬了 很久没有吃brunch 来到highway seven了 就是好像brunch都在 虾没点的地方的感觉 对啊 我们通常都是去当泡嘛 对啊 害怕嘛 现在做我的 我不害怕 我觉得你开的还挺猛的 就是不是那种很小心翼翼开车的那种人 是那种听力靠浪就开车的那种人 哎不过我也是这种无所谓了 生活被强迫之下 什么东西啊 谁强迫你了 哈哈哈哈 你不能轻巧一点吗 我要开始吃那开brunch的东西了 燕屋 你有听过这个牌子吗 没有 没有 清燕 它就帮你蹲好了 你自己在家吃不吃燕屋 可以 哦 平时都是吃那种生的被自己抛毛 太懒了还在挑毛 所以我现在都改成这个了 它好像 有 它的成分是纯金水 冰糖 燕窝 穷脂 保持78个月 但是还可以 就是因为燕窝不是本身就出来都是那种蛋白的味道吗 我觉得蛋白的味道挺重的 所以说我最近就都吃这个 而且它不是很甜 然后每天喝这么一杯 没有什么添加剂就不用我自己煮了 而且煮一锅的时候会忘记喝 然后他会吃不下饭 有可能 因为我本来还想喝另外一个 他已经不好意思 因为我今天应该早点喝 我给忘了 我送给你脑袋 哇 你可以上班程 也是秦阳他们家的 是那个白梨卤醇 怎么说红酒葡萄酒里面那个成分 抗氧化防水老那个成分 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来着 我是听说的 什么 还有一个东西是红衣花生 养盐 寒15秒再喝下去 寒15秒再喝下去 我刚刚开始尝试这个 好好喝耶 因为我觉得我岁月的 对 就是很好喝 酸酸甜甜的那种 我主要是觉得我岁月的痕迹太重了 烙了 但这两个我更喜欢喝燕窝 这个比较很fresh的感觉 水果的味道 嗯 但他们说白梨卤醇也是应该补的东西 释出那种明显的效果来啊 动灵啊 皮肤Q滑的时候啊 告诉大家 不过你还年轻 你用不着补 这是我老大妈养颜 哪有 我们都要 过了20都是分30的老女人了 我靠你怎么说这么社会的话 他最近刚刚找了一个银行的工作 也是TD 就是我的后杯 虽然我没有资格说什么话 因为我辞职了 来 come by 出了银行 you'll never come back 他们好多帅哥哦 你找一个好了 就不要沉迷你的前男友好吗 他在身后 路过山河大海 就是这个platform 好 我小伙伴要替我拍office了 它是一个小小的中间 但我小伙伴说包上超好吃 没有什么office 就是一套西装 深蓝和浅蓝 里面有深蓝的内搭 然后我的 好看 的靴子跟包 你的鞋子跟包是 同一个纹的 对 我觉得你瘦了 真的吗 其实是瘦给真的人 装逼啊 我是不是每次不要这么诚实的告诉人家比较好啊 看起来好好 我们坐到后面去一点点 比较private 后面有个书架 这个挺好的好可爱 看这个 就是看他看不到我们 我们得摇铃铛让他来点餐是不是 好小啊 好吵啊 好小啊 点完那个western的 的sandwich以后呢 上面有 ham onion red and green pepper omelette 的时候呢 又想说要另一个味点甜点 我们就点了一个 french toast 在门口看到有人 点嘛 很好吃 就是看起来很好吃啊 我不知道 一个杯子 没小块小块 就又摇铃铛 因为我们这个桌子 坐得很远了 所以他摇铃铛 每次摇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我们很没礼貌 就叫狗狗吧 人家叫狗狗那种 然后人家跟我们说 french toast是最会高的 路上我小伙伴就跟我说 他们让你选咖啡 都有那种more traditional more balance 也有那种more fruity 我点了一个fruity的试一下 因为我还没喝过咖啡 fruity不fruity 我打算如果好喝的 还带一个fruity的coffee 给Emma喝 耶 开吃了 你们看我的咖啡 我水果味的咖啡 杯子看起来也很好看 谁要疼啊 我们每次等食物的时候 就自拍 就啥也不看 然后翻instagram 我这个是soy latte 我的小伙伴是不来外 单杯咖啡 真的有点fruity 像那种fruity的酒 很浓我这个 我的也浓 要不要交换尝一下 好 你试一下这个soy latte 也很浓 但是杯子很cosy的感觉 很像那种火炉旁边的碗 的那种感觉 我喜欢吃的那种 我也喜欢 甚至我的比较浓 你的浓 你的浓 你的很香 对 你的比较好喝 真的 我等一下给安马点个这个好了 来我爱的好了 这个很浓 这个好 他喜欢浓的咖啡 这是我点的那个western那个sandwich 里面的有omelette 然后有ham 这些东西夹的蛋饼 好幸福啊 那个最后一份french toast 我们所有东西都来了 齐全了 有人已经站起来照相了 看这个站起来照相的人 我们换了一半 所以说我现在有他的一半 哦 这个就是cheese 好香啊 那满满都是cheese 这个omelette很好吃 比那个cheese要清淡一点 对 不算太甜 上面的糖超好香啊 因为很好的 你说香港的那种西多士 对对对 那种西多士 杂的超油 西多士超好吃 嗯 现在跟小二马出来拍照了 前面的就是小二马 我们两个都最近剪视频 连续作战有点累 现在拍完就早点回家休息 晚上再约一个玩狗剪视频局 今天是我第一次跟摄影师安一起拍照 发现他是我的高中同学 你快专心拍照 鹿角 黄红的奶茶店 我们在瓜子 我们第一次喝 第二次喝 我们第一次喝那杯是爱了 前县是第一次喝 嗯 前县是 哦 这边啊 是吗 你不是那边 我给你们都要的辣椒 我觉得比上的那个brown sugar的很多 不然我就喜欢喝奶茶